厚厚一大跌是彭震生 委任律师及检方的抗告书 晚上7点16分 北院整完卷后 将两岸送件到高院收发室 由法警签收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吴宝请回后 检方经过一天一夜准备 甚至还以被告身份 约谈北市府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佩 针对原裁定的不力认定 补强证据 三号下午五点向北院递交抗告书 但为了避免被高院驳回 就得找到更多关键性市政 因此检方下午还先后提训 遭到积压的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还有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而至于彭震生律师也卯足权力 下午4点50分到法院递状提抗告 就是希望能还给他自由之身 过去从彭副市长的经验 可以知道说 他主要应该是工程相关的专业 那我想这个和都市计划 应该是有相当的差距 一口气来两岸 何怡婷挑灯夜战 正在审阅卷证 良人命运到底会不会有所改变 就得看提出的市政 能不能说服法官 T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就是新闻网坞的新闻网均